哈喽大家好 农历春节马上就要来了 窝米年会也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小鹿还抢到了回家的车票 这里斗胆借用眼前 说一句 生命是如此的精彩 人生是如此的汇煌 好的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本周的更新推荐吧 春节长假期先 安全意识可不能松懈哦 本周几条更新也正好和安全中心有关 其中垃圾清理功能可以查看清理 及锁定单个垃圾文件 不但能简单粗暴一键清理 还可以针对不同垃圾文件个性化处理 绝对满足你的多样需求 安全中心各功能模块可以创建快捷方式 长按主界面各功能图标 点击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或者单击主界面右上角的设置 添加桌面快捷方式 打开对应功能的右侧开关 看吧 就这么简单 主题新增已够主题列表 换手机或恢复出厂设置 都会导致曾经购买过的主题 从我的页面中消失 想要用的时候 再想寻找可就难了 除非你能记得住主题名称 现在有了已够主题列表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买主题的钱白花了 好的 本周的公亲推荐就是这些 我们下周再见